2006年,陈云怡和丈夫一起创立了掌声鼓励 将它定义成贩卖台湾生活风格的品牌 一个个精致的商品 很难想象里头装着的居然是每天都会吃到的白米 我们只想要透过农产品 它从这个土地上面生长出来的这些作物 它代表了这个土地给予的能量跟力量 更重要的是这么多的丰富的物产,多变的物产 它绝对有一个象征意义 如果不是这座岛屿上面的人们 它能够跟生命共同共好 它可以尊重其他不同的物种的生命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收获 那所以就这么出发了 就是如此而已 精浓米,泛生生 每包米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再仔细地用牛皮纸包装 原本朴实的白米 摇身一变就成了最时尚的伴手礼 不只是米,还有茶与蜂蜜 时尚的外观下 更重要的是对这块土地的热情与爱护 出版社的人,他们找好的作者 好的作者在稿子上面 耕耘自己的文字一行一行 让我们的农业作者在土地上耕耘 一行一行,一颗一颗,鼓鼓鼓鼓鼓鼓 我们只是把他们的作品编辑起来 出版社做的事情要设计书封 要做美容的编辑 要校对 要做美术的设计 也要帮它发情 也要再行销 所以就是如此而已 其实没有人下去操作过的土业 看起来像是农产品 却又不只是农产品的掌声鼓励 希望能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更多人知道这块土地的美好